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本频道 身为官员的父亲一脸威严地坐在椅子上 手臂自然地搭在身旁的桌面上 他的儿子则站在桌子的另一边 清朝上流阶层的父子拍照时 为了凸显上下尊卑 除非获得父亲的允许 否则儿子是不得坐着的 清朝末年贫富差距悬殊 富人锦衣玉食大鱼大肉 穷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途中的两个穷人因长期营养不良 导致身体受骨灵循 加上他们居住的环境卫生状况奇差无比 头上长满了狮子 奇养无比 因此不得不在白天相互帮助捉头上的狮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 一些传教士也专门开设了女子学校 这种女子学校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 还教授入学的女子们西方先进的教育知识 途中一群女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锻炼着身体 清朝末年 西医逐渐传入中国 一些沿海城市也有了西医医院 途中一群病人在医院的走廊里晒太阳 医院的护士在一旁对病人进行照顾 北京城某个城门附近 一辆装满货物的马车在下坡时出现了事故 拉车的马摔倒在地上 沉重的货物压在他身上 一群人正在卸着马车上的货物 1900年6月 义和团为了反对外国侵略 一把火点燃了前门外数千家店铺 整个街区请客间化为了灰烬 大火还波及到前门的瓮城 前门瓮城作为北京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是当时京城的重要防御设施 然而 在大火的冲击下 城楼和剑楼被烧毁 只剩下一片狼藉 两名男子盘腿坐在城墙上 聊得很是投入 远处就是广州镇海楼 广州镇海楼始建于明朝红武13年 1380年 清康西年间由于三番叛乱 广州镇海楼被毁 后由梁广总督吴星座 及广东巡抚李世珍重建镇海楼 自家木作坊里 一群皮肤有黑的木工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吃饭 不管身处盛事还是乱事 只要有一计之长 就至少能保证不会饿死 两族官员的妻子在自家庭院里 一脸慵懒的鞋靠在桌子上 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化修养 她的手中还拿着一本书 在那个女子无才辨识得的封建时代 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能看懂书上面的内容 清朝时期也不全是民不聊生 比如江苏这一带的人们过得还是挺幸福的 因为江苏这一带地区都是朝廷重要的财富重地 重要产粮区 历来就有粮仓和钱袋子的称号 汕车及风汕车 发明于汉代 由人力驱动 用于清选粮食的工具 向编一些农户抬着生猪去市场贩卖 猪被五花大绑 嗷嗷直叫 生猪被关进猪笼里面 动弹部的 过去是用笼子 骨推子 给倒骨去壳 这种工具也是要靠人力转动工具进行劳作的 一个穿着花裤子的孩子站在家门口 一脸严肃地看着前面 污轮车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 我们在很多过去的老照片上看得到 有人用它运货物 有人用它当成交通工具 金线 也称为子午线 照片中 一位抽着长烟袋的老人 坐着路边的石凳上斜脚 他头上戴的帽子在电影《投名状》里见过 大地的农夫 这头巾缠裹得好像一个阿拉伯人 水牛是当时人们家里最重要的劳动力 水牛耕作 为种植水稻做准备 一个用石头制成的石罐 看起来有点黏头了 照片被注是人死后坐在缸里的 一些棺材放在了村外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尸体 一名坐在家门口访花的妇人 这个工具 记得小时候农村里面也有 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传统打鼓工具多为半筒 这种用竹木格栅打鼓的已经很难见到 标之缩一 是南方雨季农民劳作时防雨的依据 农村的生活很真实 有的工具现在还能看到 看起来